土城青年住宅施工进度大略完成建筑主体 而为了配合降低公安意外宣导 新北市长侯友宜以此工程基地 作为推动低风险工地认证标章 和营造工会业者等人一同签署合作书降低公安意外 而土城青年住宅临近海山捷运站 只要6分钟有地利之便 加上台北市明轮设宅4万元的租金钱力 外界更好奇租金定位会是如何 当完成以后租金一定要跟市场 打七折到八折的方向来走 来照顾一些需要被帮助没有房子 需要被机制上提供更优惠的条件来进行 这是我们的大方向 侯友宜强调新建社会住宅 包括交通便利还有方便的生活机能 施工品质更要做好 而土城青年住宅共有534户 22到30坪的坪数设计 以22坪来说市价的7到8折租金会在2万元左右 这个社会住宅在土城这个段离海山站只有6分钟 那就学就会的环境非常的棒 那目前我们原则上就是该22坪到30坪左右 那以22坪的租金一定会在2万块以下 来符合我们社会住宅当时新建的美意 来符合我们的租住正义 新北市土城青年住宅租金不会上看4万元 侯友宜强调是市价的7到8折 如此一来才能符合社会住宅新建的美意及居住正义 让更多弱势族群能够有遮风避雨的家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